美国企毒局表示,2021年已经查获950份假药,数量不止超过过去两年总和,甚至有些假药含有至少2毫克芬太尼,剂量足以致命。 另外,这些药丸绝大多数都是在墨西哥生产,并且透过帮派和犯罪毒品作为其他药物在网络上出售。 也就是说,假药在社交媒体和各种电子商务平台上随处可见。 据了解,芬太尼是一种强效止痛剂,且由于价廉物美,并且药效比起海洛因或马非更强了50到100倍,但价格却又比海洛因低,且用量小,成效快,同时也比海洛因更容易运输,因此很快就成为新一代的毒品之王。 根据美国CDC统计,美国吸食药物过量的人数和自杀数量都在快速上升,这两种死亡原因。 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第二年下降,而另外一份统计跟表明,美国药物过量致死人数2020年飙升到9.3万,数字创下历史新高,且其中来自芬太尼的致死人数就占了三分之一。 董事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道